接着一个问题 他说你曾经说佛法不利是法 佛法不坏是法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话是佛说的 佛在经上说的 我不敢说 但是在我来看 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困难 因为各自的追求就不一样 佛法求心尽心 而事法求追求五余六成 这中间怎么会没有矛盾 又比如你曾经说随缘 是指随胜佛法的道理 而非随顺人情 可是事实上 这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 在处理事情时 如果随胜佛法 而不随胜人情 在别人看来往往不敬人情 使周围的人立你而去 而这又不是佛教导人 应处的境界前开始 这个佛法跟事法 你没有能够把它辨别清楚 你如果把它搞清楚了 你这些问题疑惑就没有了 如果要是说 佛法跟事法是二法 慧能大致讲得很好啊 二法不是佛法 什么是佛法呢 佛法是不二法 你懂得什么叫不二法了 你才真正了解 什么叫做佛法 事法跟佛法不二啊 事法跟佛法是一样 这叫做佛法 那么既然是一样 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呢 分成事法佛法呢 这个里头只有一个绝 一个米 绝了啊 事法就是佛法 米了啊 佛法就变成事法 所以诸位一定要清楚 佛教导人啊 只有绝米 而且又跟你说 米五包 这很难懂啊 让我们越听越糊涂啊 米五是一 不是二 为什么说米五包 四是一桩四起 米也是他 物也是他 所以米五包 那法有没有改变呢 没有 你米 法 却不会变成米 你物 法也不会变成物 诸位啊 细细去想象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讲想了 古人不叫想 叫你餐 餐 那个意思 的确比想好 为什么呢 餐不用心意识 用心意识 是思想 是叫你好好想想 用心意识 立心意识 叫餐 你才能把这个道理 搞透彻 搞明白 那么世间人追求五语六成 五语六成是不是佛法 绝了就叫佛法 佛法里面有很多人 每一天送经念佛 这个这个拜参 他是不是佛法 他要迷了了不是佛法 事发佛法在迷雾 不在思想 思想当中没有迷雾 迷雾在人心 这个不能不明了 如果你在度华眼睛 你看看五十三餐 这个里面 圣热婆罗们 甘露霍瓦 法索密多尼 他们追求的 就是五语六成 就是搞的贪嗔痴 那是佛法 那是佛法 他不迷吗 他觉吗 诸佛菩萨 视线在我们的世间 那在华眼睛看的例子 太多太多了 有做天王 有做人王 有经商的 有做工的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全是佛法 你再要不相信 我举个 你可以能够理解的例子 永明言寿产寺 没有出家的时候 他是个小公务员 每一天偷盗工款 去放生 你说他是视法 是佛法 他是佛法 他不是视法 为什么 他不迷茫 视法佛法 不在死下 视法佛法 在云念之间 一念觉 为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法就叫做佛法 一念迷 自私自利 净干一些 损人利己之私 这个法是视法 所以视法跟佛法 是一法 不是二法 佛法 决定不坏 是些法 那就是 佛法随远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怎么会不顺人情 不顺人情的 不是佛法 佛法顺人情 顺人情是 他是以智慧顺人情 他不迷 如果是以迷情 顺人情的 那是视法 以智慧顺人情 是佛法 差别在这个地方 佛法通勤大理 他是真的通大 透彻的通大 我们世间人 不能通勤大理 迷惑在里头 世间人是迷勤的 更佛菩萨不能比 所以 世人必须要学佛 佛法就是我们实际上的生活 佛法 应用在工作 应用在厨师 带人静 才真正得到幸福 美满 哪里会学佛 不敬人情 把人都得罪光了 叫别人立你要远离而去 没这个事情 这是不通佛法 法人做的 这是不通佛法人做的